好啦,再歡迎大家來到大監控時代BOF 因為這是BOF的關係,所以它真的是BOF 我們沒有特別準備特殊的投影片或特殊的內容 我也沒有要講就是一個小時 所以再問一次有沒有任何人要分享跟監控有關的內容的話 可以就是5分鐘,5分鐘這樣子 有嗎? 我自己的話有一個網路健康報告是大家都知道 我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就是去年 他去年的報告今年有出新版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跟監控有關的幾篇文章的內容 然後這邊有核明軒,跆拳會的核明軒 他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核文政府接下來要推的晶片身份證 他已經說了很多很多年,這次真的要推了 因為他的那個設計案已經發包下去 設計案已經快要解案了 然後製作案已經要在這兩個月就要發包了 然後應該明年大家就會領到全新神任發光的晶片身份證 所以才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他目前的進度 然後接下來我們到底要怎麼面對他 我們要敲鑼打鼓的歡迎他嗎? 還是大家要就是出來反對他這樣子 那還有沒有其他就是跟這主題有關的任何的議題想要分享的 然後還有這位等一下要分享的Linux的 Linux的手機嗎? 對,Linux的手機 對,Linux的手機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議題要分享 然後可以就是提出 等一下可以安排時間那裡介紹 好 好 好,那 我先快速的介紹一下Mozilla 因為我是Mozilla的耳屏 我是Mozilla的耳屏 我Mozilla的指控耳屏 那我先快速的介紹一下Mozilla在網路隱私 就是數位隱私上面 就是過去一年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有一份報告叫做 網路健康報告 那 直接搜索 直接搜索網路健康報告 Internet Health Report 會找到這份報告 他已經出了三年了 那每年的報告裡面的五分之一 都是跟隱私有關的主題 這樣子 那 這是文藥基金會有一個專欄 所以大家可以點一群 然後就會看到就是 下面有一個主要的那個 219 有分五個Category 然後有一個主要Category就是Priacy 對 然後每一個Category裡面都有 就是六到七篇文章 所以今年的報告五個Category 總共有六十篇文章 那就包含了一些 就是去年的一些新的影視相關的 趨勢 那像是去年 美國歐美的那個BMA演測 這個忽然就是開始流行起來 就是 23FME 然後 都可以讓你就是在家裡做 藥品的取樣 然後你寄回去之後 他就會幫你做DNA排序 然後再告訴你說你的DNA 跟什麼歐洲某地區的幾百年前的人眾有關啊 就是歐美去年很流行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有一份文章在講這件事情 這個趨勢 然後 還有就是Mobile APP的追蹤 也就是去年的一個新聞 就是有個數據 是 95 有一個研究是分析了95萬9千個 手機的APP 然後 從裡面去找到就是各種追蹤的第三方程式嘛 然後看到最多的是 Google在這95萬個APP裡面 占著90%的比例 就是都有 95萬個APP裡面 有90%的APP裡面 有Google的追蹤碼 然後Facebook也占著4成以上 就是有Facebook 就有Facebook的追蹤碼 然後Twitter Vorizon 微軟 亞馬遜 然後還有下面一些廣告公司 這是其中一篇文章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網路放的話 網路檢案報告是每年都會推出 然後 每年都有一些跟事有關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 推薦說明年的報告裡面應該要介紹今年的哪一件事情 是就是非常重要的 必須加進去的也可以 就是一起來 一起來提出來 那我們可以一起放在明年的報告裡面去 你要不要先介紹一下 先讓你介紹一下 主題這樣子 主題是 主題是 我們現在是中網路檢案 喔好那你等一下吧 那 明確你不要先啊 OK 我在中網 好那我們再來都看幾篇報告 對 他是被我陰的 我跟他講說 就是我要幫他號召很多人來 幫他講 因為是不是真的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就是 決定一下就是 我們到底 資訊領域的人 到底要怎麼面對這個議題這樣子 因為 很多人都知道硬度的 那個AdHard的事情 就前年的時候 印度全國 建立了一個AdHard的 生物辨識資料庫 那那個東西不是 是政府做的 但是不是搶制採用 就是你可以不加入那一份資料庫 但是如果你不加入那份資料庫 但是如果你不加入那份資料庫 你的公司要給你薪水 他就要造一個 叫他繞過去 才給你薪水 如果你要去銀行開幕 他就要問你說你有沒有AdHard 沒有的話 你就是排隔壁 然後有的話就是這邊快速通關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在印度你所做的 只要跟公家機關跟公務跟 就是財政有關的事情 通通都要有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才有辦法執行 所以基本上就是 政府宣稱不想要求你加入 但是你不能不加入的一個資料庫 所以他們就採集了全印度所有人的指紋 銅膜跟聲紋 然後很快樂就是 見跑了之後 就是當年就流出了 你可以去eBay買 光碟而已 就可以買到印度全國所有人的生物辨識資料 對啊 然後好像就是幾百塊就有了 所以當台灣政府在說我們想要做晶片身份證 還有健保卡身份證二合一的時候 就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如果把你的健保資料 跟你的個人戶籍資料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子 我們當然 政府當然會希望說 我們相信他們會把資安做得非常的好 東西都會非常的安全 就是像印度這種案例 就是在各國都一直在發生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信任他 所以他真的會把我的戶籍資料 跟我的健康資料 完全的好好的保留在一起 尤其是現在就是 就是健保署也在那裡 健保資料有 我講好不好 對 就尤其現在健保資料其實有在商業使用 大家知道嗎 你可以就是跟 是 我如果講錯 等一下就直接 就在你的時間糾正我 因為我 對 就是你可以去跟健保署 就是花一筆錢去 或者是有研究案 然後他們 他們號稱會釋出就是 號稱會提供 去世別化之後的疾病資料給 大家使用 給 就是給你做研究 對 那去世別化可能就是 把你的 把你的 身份證字號拿掉 把你的名字拿掉 把你的柱子的門牌拿掉 這樣算算去世別化 比 理念上 理想上 比 呃 就是 就是 民意上市去世別化了啊 但是 如果 我這個保險公司 然後我去跟他要了這份資料之後 然後 我可以知道說 就是在 某某縣市 某某路 某某某某段 某某某理 某某靈 有一個人得了什麼病 然後呢 那個保險公司 剛好在這個地址 有一個 有一個客戶 那他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再結合在一起 他就有 又知道說 就是你 這個客戶大概有什麼病 如果他是特殊疾病的話 那他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 呃 當 健保資料已經是一個 非常敏感的資料 那當我們要把健保資料 跟戶籍資料 放在同一個資料庫裡面 然後 要把健保耳和 基本身份證 兩個卡合一的時候 到底會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隱私疑慮 就會是一個非常大的 呃 疑惑就對了 所以 這是我們今天就是 呃 開這個 隱私 隱私追蹤BOF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好 等一下 已經五分鐘了 呵呵呵 所以 雖然 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就是政府一直講說 要那個今天身份證 已經講了很久了 大概十年了吧 沒幾年來就一次 沒幾年來就一次 然後 然後就是 排協會就會出來 抗議 然後就會再不料料之 然後結果又要再一次 然後結果又要看了 又不料料之 但是這一次我們覺得 他應該是真的要做了 而且現在 因為 因為那個 自然人平證發卡 就是沒什麼人要辦 發卡效率很差 然後 包稅的關係 大家都用健保卡在報稅 所以 就是身份證據變化 應該是一個 絕對會發生的事情 而會在未來一年代發生 所以我們可能要一些 就是相關的 陰陰的想法 跟行動 這樣 好 來吧 對 你是什麼 有啊 等一下 就是你留個十分鐘吧 二十分鐘 然後你講完之後我們還可以來討論 對 你有一句戀愛嗎 有位 看到了 有位 有位 知道 好 聽說 不會 借對 沒有畫縫 找 выд 屎 還是沒有畫縫 會 消磨 沒有畫縫 engag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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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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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它是一個方便規管控制人民的一個手段 就是所謂的身分指號 我們在物理世界已經基本上放棄了 對於這個東西的反撲了 就是得抵抗的某種程度上 但我們希望在數位世界 如果它有一個數位品證 這個數位品證是數位的身分品證 如果它是單一的窗口在核發 比如說內政部 它做自然的品證 如果未來有越來越多的服務 我們會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內政部所擔保的 數位身分的認證去進行 那我會擔心就是會有 譬如說大家的數位生活方式 就像實名制的可能 因為它就是一個線上的ID 那這個狀況是 對我來說對民主國家是不好的狀況 然後對我自己來說 我也不想要我的數位生活 就是透過一個單一的身分認證 被很多機關所掌握的這樣子的狀況 我想請教會的問題 會有一個挑戰 就是說 因為比方說我們做文字號 對 那種啊 或是像是第一輩 也許甚至以後 會不會連貓 連貓 連貓 淘寶都 我是覺得 會用護照號碼的同價 那其實是簡單 護照這個護照號碼 當然它可能每年要換 每五年或十年就要換一次 那它的號碼都不太一樣 對 包括我們的台胞證 就是如果我們去做文化 台胞證 我們身分認證證證證 在上面 台胞證有沒有輕騙化到這個程度 聽起來不太清楚 但我比較挑戰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人體上 非常的提高 就是說 出個身分證的東西 那是不是其實我們 甚至應該 有些國家 有些國家就沒有 自分證證 大部分國家都沒有 不是有些國家 是大部分 大部分國家也沒有 自分證證 對 你也有些國家 即便在 就是護照 他在出入境的時候 他還是會連到 你的個人的身分證 這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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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一定會連到你的 如果是國民的話 一定就是會 我們的護照上面的確就是有身分證證 對 那 我覺得很多問題真的是出在 一人一號的這個制度上面 但是 今天 大概就很難去 很徹底的喊說 這個一人一號的制度 就一人一號通用在所有服務 包含護照的這個狀況 應該要被改變 對我來說 可能 可以 應該是 錯過那個時機了 對 那可能在50年前 也許 我們可以喊 就是 當國民政府剛來台灣 沿襲了日本的那個戶籍制度 弄了一個這樣子一人一號的制度以後 如果那時候的前輩也可以喊 也許那個時候是個時機 但是現在 所有的日常生活服務 大概都 卡在那裡 對 這個就要再看看 那其實 等一下有 這個資料還不能 我可以簡單跟大家說 就是 海權會這邊 有稍微做了一點研究 那 目前說 全世界大概有做 呃 有身份證字號 而且有強制換發 身份證 強制換發前面身份證的這個國家 大概有100多個 這也是內政部一直以來再說的事情 128個 那 這個資料未來應該可以公開啦 就是說 這些國家裡面 到底都是怎麼樣的國家 那他們有沒有 呃 所謂的一人一號制度 或者是說 每個人一定都要 就是說有金片身份證的國家 在128個 那 是不是都有 一人一號制度 跟是不是都是強制要求你要拿晶片卡 那稍微做了一下責備 大概就是可以發現 呃 裡面大概有八成以上的 多個國家 大概都是我們認為的 低度開發 或開發中的國家 也就是說 過去那一些 可能人權紀錄就不是很好的一些國家 他們特別喜歡 建造這樣子的基礎建設 那去 去 你知道 去做種種社會控制的用途 這樣子 我猜測是這樣啦 那 所以 對 因為那個資料 就 還在這裡中啦 就 對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這樣子 好 然後 我再確認一下 我幾分鐘 就是你剛剛有20分鐘 這麼久 好 我今天原本真的以為我來插話了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簡報其實也是 之前就做的簡報 不是為了這一次特地做的 但就是 基本上 誒 為什麼不能動 你真的不可惜 好 好 總 因為我不曉得 在座大家 對這個議題的理解是多少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 海明軒 然後我做這個工作 我在台灣人權促進會 檢登台全會 然後我在台全會做 大概跟數位人權有關的這個工作 大概到現在快滿五年了 在整個禮拜就滿五年了這樣子 最近 就是 反正大家上台全網 大概知道我們關心哪一些議題 最近這一年多 其實很大一部分的行李 是放在這個數位成分證上面 會這麼關注這件事情的原因 這個簡報我可以釋出 反正大家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給大家參考 這個案子其實是個老案子 從二十年前到現在 我們基本上一直在面臨這樣的一個同樣的問題 但是略略的有一些世界上不同而已這樣子 那二十年前的時候 其實那個 在座有些人應該還沒出生吧 我想 所以 我們那時候的政府就想要把 現在大家手上拿的資本身分證 換成一張晶片卡這樣子 那時候叫做國民晶片卡 那時候的功能是會希望結合滿多張卡片的 因為覺得大家人手一張各種用途的卡片很麻煩 所以那時候就要結合身分證、健保卡、電子錢包 就是悠遊卡等等這樣子的一個卡片 那 那個時候其實就有引起了一些反對的聲音 那反對的聲音 多半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這個東西擴大應用之後 你人民不確定哪一些資料會被政府蒐集起來 然後去做哪一些利用 這個不確定 所以 也就是說 任命有可能會遭聚大規模國家監控的可能 這一件事情 的風險 所以那個時候 加上 其實所有的程序都跑完了 在20年前 得標也招標也招標了 然後利巴集團帶了十幾家公司去 把這個案子標下來 然後 最後因為利巴集團 我的理解應該是 廠商團不容 就是說我這個卡片的功能會再多一點 但是內政部可能不想要 所以後來就 得到標 招標完以後 他們也沒有 利巴集團就等於片片的毀約了 這樣就不想幹了 因為沒有錢可以賺 所以 20年前就有在做了 那 台灣關於身分證這件事情 其實大概每10年就會吵一次 就是20年前 要換發嘛 所以就是要換發晶片卡 然後到大概 因為10年的容貌 就是身分證作為識別你我的這個 這個制度或是這個方式 它最重要的一個用法之一 就是去看你的照片 是不是長得跟你現在的樣子一樣 這樣子 所以大概每10年 我們就是會有一些 就貌上的改變 所以大概每10年我們就要換一次 所以到2005年的時候 大家又會看到 又有一次要換身分證的正義 這個正義就是那時候 希望大家去換身分證的時候 去押指紋 就是 那時候有戶籍法 有明定說 這個 你國民要領身分證的時候 你一定要押指紋給政府 那政府要做一個全民的指紋資料庫 那 聽起來不可思議 這確實是發生過了 那 也都已經要做了 只是那時候 一樣是民間有反對的聲音起來 覺得這種單一的生物特徵 它 也是一個很方便國家做權 就是 某車上跟ID很像 只不過ID變成指紋 然後 擴大了這個國家可以去 對人民進行掌握的這個方式 那 一樣遭到民間的反對 所以後來 大法官在2065年那個案子裡面 他就 那時候民進黨政府執政 民進黨立法委員 去提大法官視線 去打民進黨 那個 政府的臉這樣子 那時候提出視線的 是 大家可以猜一下有誰這樣子 就有賴清德 還有 蔡英文 然後 所以 這都是公開紀錄 還可以查得到的 那 4603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狀況之下出現的 那基本上是第一個肯認說 就是大家對於自己的資料 是有自主控制的權利 是憲法明定的資本權利 那大概是在 2005年那時候 有大法官正式確立下來的 那 所以 2005年的時候 又有一次 身分證的問題 那 法案就是這樣子 繼續到2015年 那時候國民黨執政又再來一次 因為又要再換發了 2015年換發 2015年就是大概又過十年了 所以又要再換發一次晶片卡 那這個 要再換發一次身分證 那每次一換發就會其實 就是要想新的換發的方式 所以2015年那時候 國民黨政府又有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 換成晶片卡這樣子 那只不過那時候因為在選舉 應該是因為在選舉的關係 所以這個案子提了一下 被稍微 罵了一下之後 這個 就暫時停止動作了 他等到16年 民進黨政府接手以後 到17年他就再次提出了這樣子的方案 因為反正我們就是一定要換 那只是要怎麼換 那民進黨政府也覺得 應該要換成晶片卡 好 所以這個就是稍微整理一下他實際 那這個17年之後 到現在大概兩三年的時間 其實陸陸續續有一些會議 有一些公民審議有辦過 然後內政部也有開了一些 很fancy的活動 比如說叫大家設計一個 新的身分證版面 就是你拿起來會比較開心 比較愉悅 不像現在身分證那麼醜這樣子 所以如果未來購一張晶片的話 也許晶片的忽略會被那個美感的東西蓋掉 你就會拿得比較開心 然後 所以 目前的狀況是 剛剛Ervin有說 這個17年提到現在大概兩年多 那內政部在今年的3月左右 他發了一個標 就是這個身分證 它叫做新一代國民身分證規劃案 那就是請德標的廠商去規劃說 如果我們現在要換發晶片生分證 它到底有哪一些細節 就是要怎麼做這樣子 那這個規劃案的 這個要處理的東西就是這些 這其實都是在規劃書裡面有的 就是卡片的規格 要含晶片啊 要怎麼處理啊 然後你這些 API怎麼處理啊 含應用軟體啊 等等等等的 然後 這個東西都還沒 細節都還沒出來 目前的進行就是 3月發表 4月開始 開始規劃 所以到原定是8月底 這個規劃案的結果會出來 那 9月就會開始 規劃案出來之後 9月 就發表建置 系統建置 所以基本上這一個月 有沒有到一個月我不知道 基本上是 從規劃案的結果出來到 下一個步驟 就是系統建置 按照規劃案的內容去發表 系統建置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緩衝時間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會有點急迫 想要請二分來 怎麼講一下話的原因這樣子 所以 就大概是一個月的時間啦 如果照表定的話 那 現階段的規劃 其實就跟大家大概介紹一下 一個是 目前當然就是我們希望 現在政府希望 不是我們希望 政府希望全面換發晶片卡 也就是說 基本上大家所有人都一定要拿到晶片卡 差別只是晶片上的功能 你要不要up或off這樣子而已 那 新卡其實就做一件事 它就是結合自然人停證 那自然人停證你可以選擇up或off這樣 那 有一些資料 比如說 外觀資料 晶片資料那個等一下都會跟大家介紹 然後 這個規劃時人剛剛講過的就是 四到八月完成系物件 現在在那個紅字的地方 那九到十二月發包建置案 然後 明年的一到九月就是整個建置案在做 系統建置 軟硬體的建置這樣的狀況 那 明年的十月就是要開始全面換發 那這個全面換發的流程大概會持續個一年到兩年 因為就是把所有人都換完 他們都要需要這樣的時間 然後 目前預期的卡片外觀大概長得這個一樣 就是 沒有差太多啦 其實跟現在 那 總之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就是跟現有的相比 新增的 就是 這是卡片的外觀 不是晶片裡面的內容 卡片的外觀新增的大概就是 會有明定因患的日期 這個之前的身分證沒有的 也不是法律規定的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之前就是大概憑感覺實面 就換一次這樣的狀況 然後 會有你的外偶性 會有你的婚姻狀態 婚姻狀態就是可能是 以婚未婚這樣子的狀況 那 有一些東西被從外觀移掉了 比如說 你男生的話 你有當兵 就一別的資訊你會被移掉 放到晶片裡面去 然後 你可以自由選擇在外觀上面放的 就是你的父姓母姓 然後你的配偶 跟你的戶籍地址 這些是可以選擇不放 在外觀 但是 總而言之一定要存在 今天裡面的資料 這樣子 今天裡面的資料 大概6分4區 按照